MH370客机搜寻工作历经近三年 耗资1亿6000万美元 至今依然无法找到飞机的具体位置 马中澳搜寻单位锁定的12万平方公里海域 今天彻底搜索完毕 三国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无限期停止搜寻任务 直到有新的线索出现为止 最后一艘搜索船 今天也已经离开了搜寻区域 马中澳的相关决定引来批评 失踪乘客家属今天发表声明 虽然感谢所有参与搜寻的国家 但是质疑调查不透明 结果让他们失望和气愤 所以这个报告感觉到很失望 我很无助 同时也很愤怒 愤怒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这不是各国政府尽力 而最终达到的结果 甚至也不是这些责任人 潜在责任人尽力之后达到的结果 而仅仅是由于资金不足 而造成现在的情况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 中方就MH370事件 将继续和澳洲与马来西亚 保持密切沟通 关于马航MH370客机 搜寻工作的具体情况 请你去向主管的部门了解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 自从马航MH370客机发生 事件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的重视 而且也一直积极的参与了 有关的处置工作 我们也将继续与马来西亚 和澳大利亚等方面 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配合它做好相关的工作 马航MH370客机 2014年3月8号 在从吉隆坡飞往中国 北京的途中失去联系 机上239人全部遇难 这起空难被视为 航空史上的大谜团 早前有负责搜索的官员承认 他们可能一直在 错误的水域搜寻客机 NDP7综合报道 空先定置 空先定置 衣服 空先定置 冬 闻 呦 車